OK 好 接下來第四個動作是青蛙組合肌 一開始也是四足位置的動作 我們將兩隻腳的膝蓋的內側 以及腳掌的內側 都貼在地面上 好 貼好之後呢 手一樣繼續保持支撐的狀態 好 然後呢記得你的小腿啊 不要往內勾要盡量張開 至少是九十步的位置 好 撐好之後 背部打直 核心繃緊 屁股往後做 往後的時候吐氣 一次要比一次後面 像這樣前後 做完十下之後呢 屁股保持在後側 手肘像棒式一樣撐到地板上 也是一樣十下 十下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是青蛙抬腿 我們一樣保持棒式的動作 把其中一側的腳 膝蓋撐在地板上 讓小腿往上抬 身體順勢稍微往下扒 轉回來 你要讓你的小腿至少跟地面垂直 然後再換腿 往上轉 換腿 你要感覺到臀中肌這邊起來 稍微痠痠的 再換邊 這樣旋轉 做完這個之後是加上胸椎旋轉 一隻手呢往前伸直 另外一隻手 往側向的位置旋轉 讓肩膀跨在座板上 手去推凳地面 然後頭跟肩膀跨在地板上就好 一樣前後十下 做完之後十下 再換邊 換另外一隻手伸直 別穿 然後呢 再回來最後一個動作 一樣棒式直撐 一隻手伸直 用腳掌內側去踩地板 十下前後 做完之後四隻跪地 換邊 一隻腳掌內側踩 十下 然後再犧牲 這樣就完成青蛙的組合 OK